资讯月要登场了 一定要到现场逛才划算吗 其实网路上也有便宜可减 网路业者也大力的促销资讯月 而且呢不少折扣号称是比展览现场还要再更杀 找来辣妹热物炒热现场气氛 资讯月总是人潮大爆满 不想到展场人节 又不想跟宅男一起抢看辣妹 先告诉你在家也能享受资讯月 而且网路上的折扣比现场还要低 没听错网路也有资讯月 折扣最低4.3折起 像是Nikon的数位相机 原价13900元 网路价5990元 红机的智慧机原价4900 特价2290元打4.7折 还有双核心的桌上型电脑 原价12900元 单日特价7999 下杀6.2折 其实今年大家都知道要平经济 所以其实基本上是在各种不同的level 例如说相机 它可能消费型相机会有4.3折 那为单元可能最多会降5000块 那Notebook PCTone有一两千块的降幅 PK实体资讯月网路打的是折扣站 而资讯展现场主打赠品大方送 上市同样都是华硕最新的变形笔电T100 展场价12988元 但网路特价11988 现省1000块 以红机13寸UltraBook S7来看 展场39900元 比网路的32900元要贵 但赠品可以抽汽车超划算 因为现场话气氛很好 但是人真的很多会穿不过气来 价格差很多啊 都原价可以打四者差真的很多耶 有人喜欢感受展场气氛 有人就是爱轻松写拼 一年一度最大资讯月30号登场 各大厂通路已经摩拳擦掌 要拼年底最后一档惊人业绩 三星文零松菲丁世芬 看到吧